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視野 我是黃家華 經過多日的開票拉鋸戰 美國總統大選終於有了結果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在贏得關鍵搖擺州賓州之後 跨越當選門檻270張選舉人票 成為美國第46位總統 他在慎選演說中 承諾做一個尋求團結而非分裂的總統 致力贏得全民的信任 但另一方面 共和黨籍的現任總統川普仍態度強硬不認輸 表示將透過法律戰扭轉情勢 歷經近90個小時的漫長開票過程之後 美國總統大選終於有了結果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在確定贏得關鍵搖擺州賓州之後 將贏得今年的總統大選成為第46位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大選歷經多日緊張的開票拉鋸戰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贏得超過270張當選門檻 白宮外的拜登支持者 有人揮舞國旗 有人跳舞 歡呼聲不斷 拜登也在台北時間8號上午對全國發表證人演說 他承諾將成為一位努力團結國家 而非造成分裂的總統 民主黨在日曼市民知道 民主黨議員會議會議會議會 民主黨都受到決定 提陳 꼽設 立馬上議員會議 肯定拜登 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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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要 ucks lim k 拜登的勝出也意味著 他的副手賀錦麗 將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女性 有色人種的亞非裔副總統 改寫美國政治面貌 也被視為有助於終結 現任總統川普治理下的社會分歧 儘管美國媒體宣稱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在總統大選中勝出 另一方面共和黨籍的現任總統川普 仍強硬表態不認輸 誓言透過司法途徑扭轉情勢 川普競選陣營也透過聲明表示 合法選票決定誰是總統 而非新聞媒體 川普也說競選團隊 從9號起開始進行法律訴訟 要讓真正勝選的人上台 中央社記者江金葉 華盛頓報道 經過幾天漫長的開票過程 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在11月7號禮拜六白天來揭曉 各大媒體都報導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跨過當選門檻 即將入主白宮 我們在西岸大城洛杉磯 今天白天看到成千上百的 拜登支持者上街頭來慶祝 喇叭聲不絕於耳 我們來看現場的情形 民主黨支持者在加州佔多數 拜登在加州以64.7% 比33.4%的得票率 大勝共和黨的現任總統川普 支持者聚集在市中心 開心慶祝 認為選舉結果帶來希望 各自其之也出現在洛杉磯市街頭 象徵同志團體發生的彩虹旗 移民團體則揮舞著墨西哥國旗 認為賀錦麗是女性領導人的好模範 遊行車隊發出不絕於耳的喇叭聲 還有人搬出樂器在街邊演奏 拜登支持者隨著音樂跳舞 許多在露天座位用餐的客人 也向車隊發出不絕於耳的喇叭聲 中央社記者林鴻瀚 洛杉磯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泰國反政府是為浪潮持續升溫 抗議民眾8號集結在民主紀念碑前 遊行到大皇宮前 以一人一姓的方式 要把改革訴求送給泰王瓦吉拉文公 上次民眾遊行到大皇宮堂皇家田廣場 卻遭警方以大型巴士和大批圈報警力阻擋 並噴射一分鐘的水路驅離 引發群群激憤 單分穿上雨衣 拿起雨傘要和警察對抗 不過警方隨後廣播道歉 表示休誤噴 自7月起 泰國掀起易波波示威潮 提出總理帕拉玉下台 修憲及王室改革等三項訴求 連日來在曼谷 天天都有大大小小的街頭抗議 這場活動最后 民眾與警方達成協議 將四個紅色油桶推至封鎖線前 而幾位主要領袖上前和警方談判 並談妥將讓油桶留在原地 抗議領袖邀請在場所有民眾 把自己想說的話寫在紙上 投進博台內 抗議活動在晚間9點順利 博台落幕 中央社結旅新會 曼谷 長中大學馬來西亞籍女大生命案 受害者家屬赴台未案旅辦理後事 適逢武漢肺炎防疫期間 出境之路遇上重重關卡 大馬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群策群地 居中協調 才讓家屬用最快速度趕到台灣 大馬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創立於1974年 簡稱劍稱劉台聯總會員 都是曾經到台灣留學的華人 成立目的除了推動大馬政府承認台灣學會 也協助辦理赴台升學相關事務 此次長榮女大生事件 引起大馬社會反彈聲浪 可能導致馬籍生赴台升學意願降低 劉台聯總表示 台灣接下來應該實施更多學生的安全防護機制 否則就算台灣教育再好 學費再便宜 短期內也不會讓父母安心把孩子送到台灣 中央社記者孫天美 吉隆坡報導 美國總統大選計票還未結束 但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已贏得279張選舉人票 超過當選門檻270張 篤定入主白宮 據美國媒體透露 拜登已在籌劃施政 與副首賀錦麗及專家們討論 公衛及役後經濟復蘇等議題 而在內閣人選方面 拜登也將籌組美國史上最多元的內閣 首批高級官員名單可能本周就會出爐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以及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黃家華 我們再會 我們在哈記 您好 我們在馬上 對 我們在音楽 我們在音楽 就是 你的音楽 我們在音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